我們新年進入了最後的到時候 不少人開始規劃一些旅遊行程 想要去哪裡踏車或是去哪裡走走 當然也有人想要來響櫻花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來到就是淡水的天原宮 儘管今天是平常日 也有不少民眾已經開始在這邊來拍照 來搶先來響櫻花了 而這個櫻花您可以仔細看 這個顏色大概有白色、暗紅色和我們的粉紅色 因為它就是有台灣山陰和日本品種嫁接 而成的三色鷹 尤其今年受到氣候的影響 所以整個花旗是往前移了 到今年差不多週末的時候 就會開差不多午前農曆新年的時候 就會整個的綻放 不過大家都想問來拍櫻花 一定要白天來拍嗎 其實晚上也可以 因為天原宮特別配合了花旗 將這個賞豔豔的活動往前移 從1月25號一直到2月6號 這個園區會開放到晚上8點 就只有除夕當天是不開放 所以要提醒民眾 想來享樂一一定要把握好時機 才能捕捉著美麗的畫面 天原宮建立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興建的 它種植櫻花那時候是差不多六十幾年 我們這邊附近有一位基民 他送了三棵 那個吉野營給我們那個天原宮 就是在那個天原宮的停車場 那三棵是最老的 然後差不多七十幾年 七十幾年的時候 天壇新建的時候 天壇周圍也種植了一些吉野營 日son生 eating 那差不多10幾年前種植 那當初種這個櫻花 也是為了美化環境 人家說五星tcapino的在oubl vigil 沒想到說幾年以後 那種櫻花就很轟動 吸引了不少遊客來這邊觀賞 那現在也可以說是成為我們新北市 新北市的一個地標 也是一個好像一個名稱 掌營的那個聖地 掌營營這個是去年就開始 那個新北市政府委託那個 那個著名美術館他們來策劃來規劃 但是因為這一兩年都那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準備但是也沒有獲到宣傳 就是知道的人他還觀賞 就像這樣子順其自然這樣 不鼓勵大家 今年剛好也是準備要開放 但是疫情又那個 互嚴格好像越來越嚴重的縮小 所以也是我們也決定說 董事會決定說 那個對外也不宣傳 給遊客自己知道的 他們自己來觀賞這樣子 今年的花放可能比較有晚一點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花放是看起來是還好 現在有些花包還不錯 我們是專門在管理櫻花的那幾位師兄 他們有在計畫說 在種一些不同季節的時候 可以開花的那種 但是有時候考慮說 種太多種營花管理上 比較麻煩 花季的時候 又有很多人員來配合管理 也是一大問題 所以說現在還在資稿中 防疫工作 我們都是遵照政府規定的防疫措施 那個代考照也是基本的都一定要的 然後請記儀就是盡量不要 不要人太集中 要太密集了 保持社交安全介入 個人方面像勤洗手 這個是我們自己說要多加注意 不常用的門 都有人管制 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組別 在輪班 所以說對防疫措施的話 遵照政府頒布的那些措施 我們盡量在照著做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觀賞 真的很漂亮 這邊拍過去真的非常的漂亮 真的 我本身就是很喜歡拍照 就人不美就是要大白一點 也要拍照 就是這樣子 不錯 要拍到那個天圓光 那個天壇 天這個天壇不輸大陸的 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非常的喜歡 大陸的天壇我也去過了 但這邊的我們是台灣的更漂亮 我去年比較早 今年算花季過了 上個禮拜最漂亮 因為網路講的嘛 趕快過來 去年好密好濃喔 真的超好多 所以還是要花季的真正那個旺 最旺的那個時候來看最棒 那姐姐會想要春節的時候 再來看看會不會花開的更旺嗎 不會 為什麼 看一次就好啦 就會想換景點 長櫻比較少 我最近都是看那個楓葉 看那個平清街櫻花 三天前吧 那個也很漂亮 那這邊跟平清街比起來 你比較喜歡哪一邊 我喜歡這邊 為什麼 這邊比較大 那邊是比較濃縮 可是也是很漂亮 都整片的 他們種起來有的在賣 所以也有它好看的地方 蜜 農 對 我們每年都來天園溝 但是呢 都不曉得原來後山 有這麼壯觀的風景 然後今年呢 終於問人家說後山 原來就這樣子盡在咫尺我們就不知道 今年終於看到這一片盛況 非常的開心 而且一個禮拜來都是天天都在下雨 就今天 你看 老天跟我們好好喔 我愛天 我愛畫 對 我也沒有看過這個晚上的燈 那所以晚上可以考慮過來 但是如果人很多的話 我是覺得是先不要比較好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 還是安全比較重要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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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